继续回来学习我们的voe啊 那在这里课当中我们要讲的叫做列表线染 那么列表线染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在这个日常开发当中经常会遇到一种需求 什么样的需求呢 就是我们有一大堆的数据 这个数据可能是你在这里面在js运算好的 也可能是后台给你的一些数据 你需要把这个数据给渲染到哪 是不是渲染到我们的一个前段运缘里面去 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的js做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去跟我们的一个后台进行一个沟通 然后把数据拿过来 然后渲染到我们的页面当中去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事情 那么既然有数据的话 我们就要渲染到这个DOM节点当中去 那渲染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一个循环 因为有一组数据 那么一组人名或者一组电影名 这个数据你全部需要渲染到这个DOM节点去 你应该怎么渲染 那么正常的一个DOM操作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数据或者这个对象循环 循环一变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用字符truck给它拼接起来 然后有个的innerATMR这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个属性 把这个字符truck可以给它添加到我们的DOM节点来入去了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jsDOM的逻辑操作 那在这里面我们用VOE 所有的DOM是不是都可以用VOE去做 那么DOM的操作都是用的是VOE指令 那在这里面就给我们提供的叫做V-Fall这个指令来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 那在这里面我创建一个问题啊 就是第五解课了 在这第五解课里面还是有一个index.1.tml 第一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标签给用进来 然后在这里面 DIV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变的 ID等于一个app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V-Fall实例 去挂载我们的VOE点 然后在这里面 EL给它写一个进app 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有一组数据 数据是一个数组 那假如说我们就有个movays 有一些电影 那电影呢是一个数组 每一项的一个元素都是一个电影 电影名可能是什么了 可能是一个 最近标火的妖猫传对吧 妖猫传 ok 还有一些什么芳华 ok 还有一些什么外国的一个大片 叫做黑暗时刻吧 还是至暗时刻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就写一些电影名 那在这里面如果我们想给它输出的话 我们说可以给它一个H1标签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是一个电影列表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给它一个UR 下面是给它一些LI 这LI就是我们这个数据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就是妖猫传 是一个LI 然后 方华是一个LI 至暗时刻是一个LI 那么在这里面是我们想写成这种的形式 但是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 你是不是要手动的去输入啊 那我们想让我们在voe为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做呢 你在这里面就是写一个LI就ok了 那你是不是想在这个LI里面去循环我们的这个数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写个指定叫做v-for v-for的语法是什么呢 语法就是在这里面写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别名 ok 然后印上一个表达式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它的一个语法 那么别名是什么 别名就是你起的一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是任何的东西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个title 你写什么 你用的话就用这个变量名就ok了 那印上什么呢 表达式 表达式在这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木位子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去循环我们的这个数组 循环数组是不是要循环三次啊 因为在这个数组里面有三个元素 那如果是有100元素的话 你就会循环100次 那你循环三次的话 每一项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变量啊 在这里面我们就叫做title 那么这个title就叫做这个变量的别名 也就是循环第一次的话 title是妖魔转 循环第二次的话 title是芳华 循环第三次的话 title是战时刻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给输出到这里面去的话 很简单 我们就写一个双大号号 然后把这个变量给输出到这里面去 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上打开这个页面 你会发现是我们的电影列表 有这三个一个电影了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去循环一个数组的一个用法 循环数组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循环数组的时候 需要知道这个数组的所以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循环的这个妖魔转 第一项是不是零 方华第一 第二项是不是一 这样是个第三项是不是二 那么这个所以你怎么获取呢 在这里面你就需要去有一个 鱼窗 括号的一个语法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第一个变量要抬头 就是我们循环每一项的一个 别名 第二项就是index 当然这个index也是你给的一个变量 你写什么 你后面就用什么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面不用抬头 用t的话 后面就用t 那如果这个不用index 你用i的话 后面就用i 那我们如果想把这个每一项的i都输出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给个亏换号 然后在这里面 去输出一个i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是 是不是就是零一二 就是我们这数组的一个所以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循环一个数组的用法 那可能有的同学会有疑问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数组里是不是存的都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电影里面都是一个字符串 那如果我们这个数组里面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对象呢 那么这个复杂的元素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个开发过程中处理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像我们从后来里获取的数据 那么一般都是一个对象 都是通过对象的一个属性来获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模拟一下 我们数组里面存一个对象 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 那在这里面假如说我们就有一些persons这个数组 数组的每一项都是对象 对象的一个属性 主要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一个名字 名字就写上一个牛 然后他的一个职位 对吧 我们就给他一个title 一个职位可能就是一个 呃 Vue 对吧 然后可能其他人 我们再写下东西 name 小 花 对吧 小花 然后他的一个职责 就是一个 找回答 ok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name 小名 对吧 这都是我们 经常出现的名字 小名 然后就title 然后给他一个css ok 那我们就有这三个数组 然后我们想给他输出什么呢 输出成一个员工列表 那在这里面怎么输出 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table 我们先把这个给注出掉 那在这里面 我注释一下 这个 注释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有个table table 是不是有一个t hide 对吧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表格头啊 表格头 我们给他一个tr 那在这里面 那在这里面 td啊 td 那第一项我们就叫做一个员工姓名 然后第二项就是一个职责 职位吧 ok 然后下面是不是就是一个t body ok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几个员工的一个全部信息全部给他渲染到这个表格里面去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是tr 然后tr我们上面写什么就是v-for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渲染这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就叫person 第一项就是这个数据每一项的别名in person ok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td 第一个就是我们person的什么 就是person的name 所以说我们这个person现在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点操作符来过去它的一个属性了 我们点name 然后下面是不是就是person点上一个title 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个效果啊 那在里面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发现理由 不由一 小花 这20贵的小名 css 说明它是不是好使了 那css里面我们是不是通过渲染一个数组 只不过数组里面现在的一个元素是不是一个复杂的元素了 那么复杂的元素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个 呃 v-for 去循环 那只不过现在我们这person 获取的是一个对象 我们在这双大号里面去写的是一个 gss 可以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对象的一个点操作符去获取到现在的属性 就ok了 那假如说他们都从隶属于同一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我们就叫boe公司吧 所以说我们就叫component ok 然后我们写一个boe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td 然后我们写一个boe 或者是component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好不好使 是不是都是boe 然后我们在上面的一个表格里面就是写一样公司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v-for里面也可以使用我们正常的一个数据绑定 不是你在这里面写上一个v-for 你就只能用这个循环的这个person 或者他一个所以来当做他的一个变量了 你想在这里面去使用其他的一个数据也是可以的 ok 那么这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想会有到的所有 所以是不是也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下吧 我们可以v-for person给他写成一个括号 给他扩起来 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person 一个是不是就是index ok 然后在这里面是我们就可以给他写上一个 所以 ok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还是td 只不过在这里面去运行的就是index 去输出一个index 然后看一下 所以就是012 这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数据 不仅仅可以循环一个普通的一个数据 数据里面仅仅是一些字符串的 还可以循环一个复杂的数据 数据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对象 只不过我们获取到一个变量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通过对象的一个点操作的符 可以获取到这个对象的一个属性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呃 微高法的一个特殊的用法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person 现在是不是一个数据 那我们说可能有时候会循环一个对象 那循环一个对象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首先我们先写一个对象 我们还是写一个对象 我们这个对象就叫person吧 一个人的一个对象 我们就name 就写上一个流 然后 firstname 是不是就是一个 那么这个lastname 性就是流 然后剩下是不是有个age age写一个十对吧 十岁 那在这里面我们想循环这个对象的话 怎么循环 那么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用这个微高法的语法 那我们把刚才这个微高法给他注视一下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上一个 DIV 那在这里面我们循环一下就是 V-4 第一个象也是别名 别名就是我们的一个属性对吧 属性名name 印 像一个person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输出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把这个name给输出一下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你会发现是不是流鲁卑石给输出说明什么 他循环出来的这个属性的一个 这对象的一个属性名 是不是这是属性属性名属性值 那他循环出来都是所有对象的一个属性值 那如果我们想要就对象的属性名呢 你还是给他第一个给他扩起来 那么name后面的一个参数就是他的一个属性名 在里面我们记得prop OK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属性名和属性值 按照建议队的形式给他输出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个双纳的话 然后第一项给他写一个prop 然后我们写一个冒号就ok了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是不是就是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第三项呢 也是他的一个所以 那我们还是输出一下所以 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 OK 然后在这里面index 是不是0一样 比如说我们循环一个数组的话 微刚放在前面这个别名的表达式括号里面 第一项就是这个数组的一个当前的元素叫做什么 第二项就是这个数组当前元素的一个所以 那对象呢 就是他循环对象的一个属性值 然后属性名 然后就是一个所以 当然在这里面这个name prop和index 也是你自己去定义的变量 如果你定义什么你下面就用什么 那就在这里面假如说我用n的话 下面就是n 这个用p的话下面就是p 这个用i的话下面就是i 那在这里面就是我用的变量的不同 根据变量的不同 它渲染的一个变量率也就不同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怎么用for循环 v-for循环去列表渲染一个数组 或者对象 那么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那么这个person 是不是他就写的一个别名 印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是不是可能是一个字符串啊 是不是也可能是一个数字啊 那假如说我写一个数字会发生什么呢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试验 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div 我们v-for一个n in上一个10 那我们输出一下这个n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1235678910 如果你写一个数字的话 它是不是就从1到10 把它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数 全部输出到里面去 那100呢 是不是也能猜的猜的出来 是不是1到100 那假如说我们想要它的所以呢 跟我们通过一个对象 它有一个数组 这个形式是一样的 你写一个括号 第二项就是它的所以 那么来看一下所以能不能输出出来 我们in-des 刷一下 是不是012 这是它的一个所以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对象我们的一个数字的循环 那表达是说可能还有一个字符串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字符串它会居然循环出来什么 我们v-for等于一个s 印上一个 字符串 留鲁杯 然后我们来输出一下这个s ok 看一下是不是就是把我们这个字符串的每一个字符都拿出来进行的一次渲染 ok 那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 v-for循环的话 是不是说会把这个div这个也会渲染到里面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道姆节点 是不是就是这些个div 那刚才我们去渲染的li是不是就是三个li 然后table就是三个tr 对吧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列表循环的一个道姆节点 它也会进行相应的循环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循环的一个基本用法 那讲完我们的基本用法 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使用v-for循环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 在这里面是index2.atml 然后我们把atml的一个结构生成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正常操作流程还是不变 把v-e引入进来 然后写个div 写个id 等于一个井app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v-e的实力 这些东西都不变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el写一个井app就ok了 那在这里面假如说我有个数据 数据的话 我们是一个数组 那在里面我们就写成一个number numbers 然后它就是一个数组就是12345 ok 5个数5个数我们想给它循环成li是怎么循环是我们写个ul然后li 然后底下是不是写个v-for v-for的语法是不是刚才已经输了是我们的一个别名印象一个比较式那别名我们就给它一个n印象一个numbers ok那在这里面我们渲染这个n 那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效果可能大家都已经猜出了就是12345 ok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给它一个点击实践 那点击实践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点击这个li 或者说我们给一个button吧 我们给一个button 在u-i下面给一个button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绑定一个v-on的实践 v-on是一个 click实践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change number 那这就是一个函数 那函数是我们应该写的method里面去 ok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个change number 那在这里面这函数我要做什么呢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想把这个 第二个数变成一个十 那我们说就想到了list.number 数可以获取到这个数组啊 我们数可以用过所以来获取到数组的其中的一个元素 我们第二个元素是不是就是1 所以是1 然后等于一个10 然后我们来弹出一下这个 list.number 然后一个1 看它到底改不改变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button里面给它一个clickme 让它标志一下 ok看一下效果啊 然后我们数有个button 我们点击它 数变成10了 变成10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块的一个12还是不是一个10 它还是一个2 那正是为什么 正是为什么呢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我们 v-for循环一个数组需要注意的地方 想一下数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引用值啊 那引用值 它指向的是不是一片内存空间 那假如说我把number里面的一个2 变成了一个10 那么它还是以前的那片内存空间吧 它一个内存地址是不是没有变 那它的内存地址没有变 那我们在这个VoE 是不是通过object defend property去进行的一个数据绑定 它内存地址不变 它就不会去触发它的一个setter 不会触发它setter 它就不会进行一个dome节点的渲染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还是以前的数 虽然它的一个数组里面元素值已经改变了 但是这个数组的一个所以没有变 所以说它就不会重新渲染我们的dome节点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非要去改变这个dome节 这个数组里面的一个数呢 你可以通过一个VoE的一个API 叫做VoE.set 它有三个参数 第二第一个参数就是你想设置哪个元素 那在这里面说我们想设置的是这个number这个数组 那你想设置这个数组 或者对象里面的哪个属性 那既然这里面是数组 我们就可以写成第一个所以 然后你想给它设置成谁 就给它设置成10 那如果你通过.set进行一个操作的话 它就会给你进行一个dome的一个渲染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它 是不是弹出一个10 你会发现它说也是把我们这个数组里面的一变低 第二个元素变成了一个10 并且呢它进行了一个dome的一个渲染 那这里面就是一个我们VoE的内部机制了 也是我们GS一个缺陷 我们无法监测到数组的一个里面元素变化 因为它只是监测的是一个 那个内存地址的变化 那内存地址没有变的话 它就默认的这个数组没有变化 那如果我们以后有看去看VoE原码 你们可以在进阶版里面去找我们的一个VoE课程 那里面都会对原码性剖析 在那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到底是通过什么去实现了 OK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有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是写个例子吧 还写个例子 在这里也写个印带3.1开门 OK 然后在这里面 我把刚才的一些东西粘过来吧 然后把它给删减一下 就是我们的例子 这个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OK 那我们这个大体的架构已经构建出来了 那我们写一个数据 数据我们写上一个数组 那这个数组就叫persons 然后数组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对象 它首先有个id是1 然后给它一个name是6 OK 然后再来一个id是2 然后name是一个卢 然后再来一个id是3 然后name是一个v 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给渲染到这块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渲染 是不是我们写一个div 然后我们v-for 循环这个数组 等于 a term 印上一个persons OK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 每一项的一个id和name全部渲染出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渲染一个 a term 点上一个name 然后空格 然后再写上一个a term 点上一个id 当然在这里面是我们都要用双大话给它扩起来 是一个数据绑定 如果你不扩起来的话它就会按照一个字符串去渲染 OK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哎 还是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刷新是不是流一卢二然后v3 是不是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里面假如说我有一个button 那我有一个button 那如果我向往里面去添加一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是clickme 添加一个数据是我们的绑定一个点击时间啊click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i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会把这个方法给写在myster里面去 然后我们写一个id 写一个方式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要往这个 数据的date里面去 persons里面去添加一个元素 那我们数据有个方法一个push吧 this.person 点上一个push OK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id 4 然后给他一个 name 是一个123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他好不好使啊 那你刚才根据我刚才所讲的 你是不是应该感觉他不好使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 push一个数据的话 这个数据的引用值改不改变 是不是这个数据还是这个数据 他还是指向那一片内存空间 你不管给他 删一个元素或者添加一个元素 他应该是不变的 但是你会神奇的发现 我们给他clickme 他好使了 他给他添加到上面去了 我们再来click 还是好使的 也就是说 他一直往这个数据里面去添加一个元素 并且我们这个 vue可以监测到这个数据的变化 什么数据内部的变化 并且给他渲染到一个 dome节点上面去 重新渲染我们的dome 那刚才我不是说过 他无法监听到这个数据里面的变化吗 那这里面的一个push方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我们通过点push push方法 可以监测到数据内部的变化呢 其实这是vue底层做的一个操作 那他操作就是 把我们数据原型上的一个push方法 进行那个重写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push方法 但是跟我们数据原型上定义的那个push方法不一样了 他重写了一份 重写了这个一份就可以使得我们vue可以监测到数据内部的变化 那当然在这里面他用到的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这个我们在近期间的一个 深度的远往call系里面都会讲 那么他监测到我们这个数据内部的变化之后 他就会进行一个dome的渲染 所以说我们才可以看到你点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数据的一个元素改变了 并且重新渲染我们的dome 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啊 那么vue 还有需要注意第二点 那么我们可以可能有同学会问 那vue 它的一个运行机制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运行机制里面 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模板复用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微杠放的使用啊 他其实是不是都是使用的是同一套模板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都是 div 一个微杠放 那也就是说我们 渲染第一个atom的时候 他用的是这个div 第二个atom的时候说还用的是这个div 那么他为了 节省性能 他就把这个模板给复用了 也就是说他直接把上一个 模板给拿过来直接使用了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用重新去渲染dome了 那么在这里面他就会复用我们的模板 从而 节省我们的性能 但是他节省性能这个想法是非常好 但是他会有一定的bug 那在这里面我们开看一下这个bug到底是什么 那在这里面我们 写一个button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个rewards ok 然后我们让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倒置 那么v-on click 他就叫做rewards方法 ok ok 然后我们在这个master里面注射一下这个rewards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获取到这个 nest.person 然后点上一个rewards 然后一直行 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们rewards 你会发现他是不是速度倒置了 并且是不是重新渲染到目几点 也就是说这个rewards方法和我们这个push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重 重写的一个速度方法 从而可以监测到速度内部的一个变化 那么他重写的方法有几个 有一个push 有pop 有shift 有unshift 有rewards 有salt 还有一个 叫做splast splast 那么就这几个方法进行一个重续 剩下的方法都没进行的重续啊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用到rewards 是ok的 他会重新渲染我们的到目几点 那在这里面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就把这个 1和3进行了一个替换 那假如说我这个dome 这个div这个模板里面有一个input框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rewards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上一个流1 第2个input框写个卢2 第3个写个v3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rewards一下 你会发现 虽然我们前面进行了一个倒置的话 但是我们后面input框没有进行倒置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里面用的是同一套模板 同一套模板他就把 三个input框 识别成了一个input框 那这所有的input框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是不是就不用进行input框就不用进行一个道目的重新渲染了 是不是我们这个第1个input框和第3个input框它是一样的 那他有必要进行一个渲染吗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直接过滤掉了 不让他进行一个渲染 那如果我们想让他进行渲染呢 那在这里面就相当是一个bug 我们想让这个v3跟着第3个走 想让这个流1跟着第1个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k值 告诉我们这个模板 这个input框是独一无二的 不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k值 那在这里面k值的话 我们想给这个atom.id 那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到这个v-band的这个属性 然后一个k 等于一个 person atom atom.id 那么 这个第1个模板的一个k值是不是一个 1 然后第2个就是2 第3个就是3 那在这里面他的k值不同了 里面所有的模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就不会重新渲染 那在都就不会用到一个数组的一个那个 模板的一个附用 那在这里面他就会重新渲染我们的到我们节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里面我还是第1个写上流1 第2写上卢2 第3个写上v3 然后我们rewards一下 你会发现他是不是跟着我们的一个到我们节点走了 他转化我们这两个到我们节点都进行一个重新的渲染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k值的一个使用 并且在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两点 第1点 v4是不是 需要知道我们这个 数组或者对象里面的元素内部元素的变化不会引起我们的一个盗墓渲染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盗墓渲染的话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呃 v6 sat去设置一下这个属性 或者是用我们数组重写的一些方法 什么push那些方法 就可以监测到那个内部的一个变化了 还有一点 我们这个v4进行一个循环的话 他就有一个模板复用的一个思想 由于他所有的模板如果是一样的话 他就不会进行一个重新的盗墓渲染 那如果我们想让他每次改变我们的盗墓 不管是怎么改变也好 都让他重新渲染的盗墓的话怎么办 数给他一个k值给他一个独一无二的k值 在这里面我们数就给他的一个id的值 在这里面如果你想绑定k值是一个变量的话 也是通过一个v-bun去绑定这个属性 绑定他的一个独一无二值之后 那么这个 表演就知道了 他们三个音符的光是三个不同的音符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切换重新渲染的盗墓节点了 那好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的一个指令 那上一节课我们也没有做练习 所以说这节课和上一节课的支点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在这里面还是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一个process.html ok那在这里面还是把这个squid的标项给你们进来啊 这些步骤我都快点写啊 那在这里面还是三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就是练习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个input框 这个input框 type是一个password的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想进行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的话应该怎么办 那我们说可以有一个el 给他一个gingapp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数据数据我们有一个password的这个数据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空字五穿 那我们需要让你把这个password给双向数据绑定到这个input input这个密码框里面去 这是第一个练习啊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那么第二个练习 第一就是我们有几段话一段话就是呃你的 字符 大于 八个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是你的字符 你有几个字符吧 你有几个字符 然后 第三个就是你没有字符 那么如果你的字符大于八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个数据他大于八个话你就让他显示这段道目 如果他是一到八个的话你就显示这段道目如果你等于零了的话你就显示这段道目就ok了 那第三个 就是 没刚号的一个 练习啊 那怎样说我们这块有个数据 数据就是一个 集合 就叫做一个subs subs 我们是一个数组 数组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一个 属性首先有个name name就是一个javascript ok 然后他的第2个属性呢 就是一些 subs 就是他的一些 子机 那子机里面还是一个数组 数组我们就写上一个 什么view啊 还有一些 3 什么angla 对吧 这都是他的子机 ok 那么第2项 我们再写一个 他就是一个数据户的一个集合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database ok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my circle 对吧 还有一个mongodb 还有什么一个 circle server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操作系统 对吧 再粘一份 system ok 那么操作系统有什么呢 有mac 对吧 mac os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linux 还有windows 还有windows ok 那么这些的一些集合都写完了 那我们现在这里面 输出一些东西 就是把这个数据给他循环一遍 首先我们给他一个有序列表 ol 然后下面的li 那我们每一个li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子集的 第1项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然后我们给他输出内蒙 然后这个每一个子集里面还有li li下面输 ul 下面输 还有li 那这个li是什么 就是我们 这个javascript里面有什么东西 dispiece里面有什么东西 cterm里有什么东西 那么你们还是 先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去做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等做完例子之后再把这个视频打开 ok 那我们相信你都已经做完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说一下 第1个例子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是不是v-band v-model 直接把这个password 这个数据给他绑定到这里面去 就ok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输出一个123 那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 他是不是有一个123 其实他就是一个123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输出东西的话 是不是他也会改变我们这个js里面的一个数据 那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文本框 或者是一个password 的话他是不是 把这个v-band绑定到什么数据上面去 是不是绑定到这个value上面去 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复选方案的话 他就会给你绑定到一个check的这个数据上面去 如果check的是错的话 是不是就是 选中的状态 如果是false的话 就是没有选中的状态 这个一定要注意 根据不同的一个input的一个类型 他会绑定不同的一个属性到上面去的 那么这个第一步很简单 就是一个v-band的一个使用 第二个 我们在这里面 呃 再给他一个数据 就叫做一个 chars 然后在这里面假如说是8 一个数字8吧 那如果他 在这里面我们判断一下v-f 等于一个 chars 大于一个 8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 走这段的一个当比点 然后v-else 是不是他会找最近的一个v-f 如果v-f是一个false的话 他是不是才走到这个v-else里面去听一个判断 在这里面是我们就是chars 大于个1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他就是一个1到8 呃大大于0啊 大于0才是1到8 然后没有的话就是v-l 剩下的都是他的一个处理 在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如果我们现在是8的话 他应该选什么 哎是不是你有几个字符 如果你有10个呢 是不是你有 大于的字符大于8个 如果是0呢 是不是你没有字符 对吧 那么这个v-f 我们也练完了 那么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是v-f 但是如果隐藏这个档母的话 直接把这个档母接链给干掉 那v-受呢 跟我们这个v-f的一个功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用的是一个 赛三属性把我们的档母接链给隐藏起来的 然后在这里面 呃第3个 是不是我们首先要循环这个最外层这个sab这个速度 所以说我们 把这个li给他v- 放一下循环 sab 印上这个sab ok ok 那么每一项都是sab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渲染 这个sab有一个 name 它就是一个javascript或者database 或者sim syste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不是 1是javascript 20dats 30system 然后我们说要在每一项的一个 子级里面还有一个数字 进行一个循环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再进行一个v-for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sab sab 然后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循环 我们在这里面还是sab 印上一个t 就ok了 或者你给它换一个名 就叫做一个aterm 印上一个sab sab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就是 渲染这个 aterm 是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是吧 bue react angular mastical sab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练习 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 一个v-for 一个列表线已经讲完了 那么比较重要的几点都讲完了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机械课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重要的属性 那我们现在接触的 voe上面的一个属性 是不是就是 EL挂在一个到我们节点 data是 申请一个数据 那么mastal呢 是申请一个 函数 那在这里面 其实还有其他的属性 那么在下节课当中 就会提到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吧